在跑男正式回归之前 在咱们浙江卫视音频上最能闹的呢 大概还是24小时里的那一群活宝们 很多小伙伴看过节目之后啊都会感慨 徐真会搞怪不奇怪 但是呢像陈坤这种被他演的 忧郁花美男忽悠到现在的 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搞怪的人 不过呢节目里要搞怪气氛是一回事 一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 尤其是说到自己的宝贝儿子 陈坤呢还是会一秒变回你熟悉的样子 从为儿子写书到一起行走做公益 如今的陈坤是越来越爱谈到儿子陈尊佑了 按他的话说 父子俩就像兄弟一样 互相较劲是常有的事 他的审美目前还一般 你对一个14岁的小朋友 要什么审美啊 你14岁还赶不上人家呢 不我14岁比他厉害 你干什么呢14岁 喜欢连女孩都比他 他喜欢女孩长得好看 你是嫉妒了吧 我一定会让他看这期节目的 你是嫉妒了吧 我不嫉妒 我唯嫉妒他年轻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方面 没有什么优点可以超过我的 个子也没有我高 现在就除了打球比我打得好又怎样 跳舞比我节奏好又怎样 拥有这样的一个爹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体验 他永远在竞争当中成长 不过陈坤再怎么自我标榜 有一项他绝对比不上儿子 那就是打篮球 他目前的最大梦想是去NBA 打篮球啊 打篮球 他就想打篮球 有一次分数特别高 得了MVP 他就是这一场最高球员 我来特别高兴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有一天会面对 得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都会得到 相较儿子能够拥有富足的生活 同样在单亲家庭长大的陈坤 却在经济方面捉襟见找 异常拮据 直到参演赵宝刚的 相互相语又相风 才迎来了人生的真正转折 我呢小时候就是 特别有志气和特别骄傲 我家里特别穷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会找人帮忙 所以当我 当我开始一个人在北京 我当时的梦想就是 我如果有六千块钱一个月 我就觉得特别好了 过来我开始拍戏 完了之后 宝刚导演对我特别好 他当时一集就给了我三千 三十几集就九万块 完了就三个月 我就赚了这么多 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把我钱 寄回我家 我妈我那个 欠别人的几万块也还了 我自己也有钱 我还去欧洲留学 游学什么的 并且之后我就发现 给我的戏的钱越来越多 娱乐梦场 那么太年轻人的几万块也有钱 这个戏的几万块也请 打完这里就叫这个戏